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他为了齐鸣直播时有牌面 一口气给他刷了三十万礼物 我快气炸了 一遍遍和他解释现在挣钱有多不容易 然而苏晴却满不在乎地看着我 反正我们马上都要结婚了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吗 我用点怎么了 挣不到钱还不是你没本事 你知道我们家齐鸣一场演唱会能挣多少钱吗 人家怎么不说赚钱难 我气笑了 一连好几天没回家 可以想到我们马上就要订婚 我最终还是原谅了他 然而我没想到 他会在我们订婚当天 穿着婚纱给别的男人献吻 看着苏晴依偎在别人怀中 我积攒了这么多年的怒火 终于爆发 我吃笑一声 猛地将西装砸在了他脚下 行啊 苏晴 你这么喜欢齐鸣 那就和他结婚去吧 咱们分手 苏晴愣了两秒 更加变本加厉地讥讽我 好啊 有本事你现在就滚 这辈子都别来求我复和 我冷冷看他一眼 头也不回地走了 复和 还真以为没他 我活不下去了 之前我爱他的时候把他当公主捧着 现在不爱了 他就啥也不是 但苏晴根本不信我会真和他分手 还没到家 我就看见他发了条朋友圈 是他穿着婚纱 紧紧抱着齐鸣的照片 上面配纹 敢让我在哥哥面前丢脸 这次可不会随随便便原谅你 他的好闺蜜纷纷在下面点火 不把齐鸣哥哥下场演唱会的一排作拿下 晨艳里跪下磕头 都别想让你回去 更有人直接给我发消息 让我把苏晴闺蜜团的票也买了 否则他们就不让苏晴和我复合 纯属神经 我直接把他们全部删了 省得碍眼 齐鸣是个胡咖 但他仅有的几个粉丝却各个都是脑残粉 满心满眼都觉得哥哥最好 前几排的票大多都被黄牛抢走了 现在金万块一张 他们还真有脸开口 我这边刚把苏晴的闺蜜删了 下一秒 手机铃声就催命一般响个不停 刚一接通 苏晴最好的闺蜜 林夏就对着我破口大骂 真给你脸了 你把我删了的事没完 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求苏晴和你复合 我吃笑一声 被狗咬了 就去打疫苗 别出来乱叫发疯 分都分了 还想着我求她复合 真当自己是快饱了 林夏在那边气得要死 行行行 你今天说的话 我原封不动告诉晴晴 你可别后悔 之前苏晴没少拿分手威胁我 只要我做事稍微不合她心意 她就直接把我拉黑 等我去求她 最开始我还觉得她这样点可爱 是依赖我 信任我才会耍小性子 可次数多了 我也有点受不了 可我又想着自己是个男人 没事跟她计较什么 于是一忍再忍 最后竟成了他们眼中的大冤种 这次彻底摆脱苏晴 我才知道没有苏晴的日子有多快活 高兴还来不及 哪又会去求复合 朋友知道我分手的消息后 立马拉着我出去聚餐 吃饭的时候 不住地和我吐槽苏晴 连开了好几瓶酒 庆祝我逃离地狱 可不就是逃离地狱了吗 和苏晴在一起那会 她给我定下来十几条家规 信息超过一分钟不回 就是不爱她 电话不小心没接到 就是出轨了 我不止一次和她解释工作的时候 没办法及时回消息 她却不管 为了这个 和我闹了好几次分手 等好不容易下班 就连朋友聚餐她也不允许我去 必须陪她给齐名做数据 现在分手了 我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看她脸色过日子 不用再担心她会不会莫名其妙生气 自己舔着脸哄她回来 还要被她背地里说是舔狗 我和朋友大肆庆祝一番 甚至约好等我处理完订婚的事 就一起出去旅游 至于苏晴 过去不管苏晴怎么做 都是我拉下脸去找她 这次我把她直接拉黑 苏晴当然不会拉下脸来找我 就指使她的好姐妹换着号来骂我 我忙着通知亲友订婚取消的消息 哪有心思理她们 可当苏晴那边 接到我取消订婚的消息后 却突然炸了 这天晚上我突然收到苏晴的好友申请 明天出来一下 我们谈谈等我通过申请后 她发过来一串地址 我正想告诉她没什么好谈的了 却发现她又把我删了 神经 我倒要看看她还要怎么做 苏晴订的地方是当地有名的餐厅 唯一的特点就是贵 和她在一起时 苏晴隔三差五 就要来着和姐妹聚餐长脸 然后把账记在我头上 我虽然不至于为了这一两顿饭钱 和她斤斤计较 但也有些不满她这么铺张浪费的行为 毕竟她现在没工作 家里的所有支出都是我承担 而除了家里正常的开支外 我每月还要拿钱出来 让她给齐鸣搞应援 我好心劝她省下来的钱 可以给她多买几个包 她却当场和我翻了脸 本来姐妹就嘲笑我和你在一起 我请她们吃饭 还不是为了你 我要是和齐鸣谈恋爱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还口口声声说爱我 连买包的钱都要我自己省 分手吧 现在我真提了分手 她又觉得不满意了 我到那时 苏晴早就到了 正被林夏拉着嘀咕个不停 看见我过来 立马端起样子 林夏对着我翻了个白眼讽刺道 还以为你多有骨气 还不是情情招招手 就屁颠屁颠跑来了 苏晴在一旁故意装作 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好像真是我求着她来的一样 我吃笑一声 转身就要走人 站住 苏晴猛地站起身 手边的咖啡 浇了她一裙子 烫得她尖叫一声 放在平时 我肯定马上冲上去 担心她有没有被烫到 但这次 我只是冷眼看着她们 手忙脚乱地收拾 苏晴看见我一脸冷漠 脸一阵白一阵红 最后干脆哭了 她每次都是这样 真把我惹急了 就只会哭 还自以为拿捏我了 她也不想想 要不是我喜欢她 她就算是哭哑了 我也懒得看她一眼 见我依旧站在一边不动 苏晴愣了一瞬 红着眼自己叫了服务员收拾 有事快说 我着急上班 苏晴拦住了 又要对着我破口大骂的林下 故作矜持地捋了下头发 你不能和我分手 我像是看傻子一样 瞥了她一眼 之前在一起时 她隔三差五拿分手威胁我 现在真分手了 她还不乐意了 苏晴有些别扭地看了我一眼 半天才清了清嗓子出声道 这次是我做的有些过了 但你也不想想 都是你有错在先 你明知道我那么喜欢齐鸣 第一次穿婚纱 肯定是要穿给她的 还非要在那么多人 面前下我面子 我挑了下眉 只觉得这女人的逻辑 真是奇葩 拿着我的钱养别的男人 还要在我们订婚那天 为齐鸣穿婚纱 感情在她眼里 我就是个冤大头 看我不说话 苏晴还以为是说动我了 眉眼里带了几分得意 故作可爱地嘟着嘴说话 不过我还是不能夹你 你这次让我在姐妹面前 丢大脸了 必须给我们姐妹团 每人买一张 齐鸣演唱会最前排的座才行 还有 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怎样才能原谅我 又是让我在拿十万 买齐鸣最新代言的产品 又是让我给他们姐妹团 下次聚会买单 我越听越觉得 她可笑至极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世上 只剩她一个女的了 真把自己当公主了 说完了吗 我冷笑着看着她 说得正兴奋的苏晴 突然被打断 眼中的不悦毫不掩饰 但看见我毫无笑意地 看向她时 她还是收敛了几分 只是撇撇嘴 把手伸到了我面前 好了 算我原谅你了吧 林夏还在一旁撇撇嘴 口中念念有词道 真是便宜 你小子了 我冷笑一声 瞥了一眼苏晴 举在半空的手 满不在乎地倒在一背上 大姐 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吧 还不等苏晴说话 林夏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对着我破口大骂 夸张的美甲 恨不得戳进我眼里 我一巴掌拍开她的手 跟你说话了吗 你是苏晴的狗吗 主子不发话 就冲出来汪汪叫 林夏你拧拧了半天 脸被弄火憋得通红 却说不出一句话 最终愤愤将桌上的东西掀翻 站在一旁怒视着我 苏晴不可置信地 盯着我看了半天 这才想起 自己的手 还尴尬地举在半空中 她的眼泪立马就掉下来了 哭得梨花带雨 毫不可怜 但我只觉得厌烦 果然 喜欢她的时候 她怎么做我都觉得可爱 现在脑子清醒了 只觉得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奇葩 陈彦礼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怎么会和你这种人谈的恋爱 长得不如齐名哥哥 也没齐名哥哥会挣钱 我被她一口一个齐名哥哥喊得反胃 猛地起身打断了她 这么喜欢你的齐名哥哥 那你去找她呀 分手了还缠着我 你是狗皮高要吗 苏晴的脸扭曲了一下 看向我的眼里满是愤恨 这下她也不装了 跟着林夏一起摔东西骂我 我只是吃笑一声 懒得再和他们纠缠 临走前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 看见这一幕 苏晴立马拔高了声调 滚啊 你有本事滚啊 还回来干什么 我笑着折指满地碎屑 来提醒下两位大姐 别忘了买单 那天从餐厅回来后 苏晴安静了好几天 就连我也以为她 不会再作妖了 可就当我把取消订婚的消息 通知给她那边的亲友时 她却大肆宣扬 是她甩了我 说我又丑又没钱 哪哪都比不上齐名 她这才和我分手 还污蔑我和她 谈恋爱期间 和别的女生暧昧 动不动就不接她电话 是个渣男 不等我去找她说理 她倒是带着一大帮亲友 堵了我的门 往我门上剖红漆 咒骂我 苏晴的妈妈 恨不得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女儿和你谈了这么久 你说不订婚就不订了 我看你 就是想占我女儿的便宜 他们一大帮子人吵吵闹闹 没一会儿 楼上楼下的邻居 都凑过来看热闹 听见苏晴妈妈这么说 邻居看向我的眼神都变了 小陈啊 咱们做人可不能这么不厚道 人家闺女临门一脚 就要跟着你了 这时候取消订婚 你让别人怎么看人家 我忍不住笑了 现在不提 真把苏晴娶回家了 那我和请了尊大佛 有什么区别 我的沉默 在苏晴一家看来 就是心虚了 苏晴妈妈一拍腿 直接躺在地上打滚 哭诉真是作孽 才让他女儿碰上了 我这么个负心汉 邻居也在一旁指指点点 说平时看我对苏晴挺好 没想到是这么不负责的渣男 看见这一幕 苏晴洋洋得意地笑了 所以苏阿姨 你想让我怎么办 一听这话 苏晴妈妈也不闹了 上下打量我一眼 满眼都是算计 想娶我女儿也行 彩礼在家二百万 还有你那什么车啊房啊 都得写我女儿的名字 你不是还有个什么公司吗 那也得给我们这边 刚好我儿子今年找工作 拿这个恋恋手 有病 这哪是来让我娶苏晴 我看到是来抢劫的 还把我的公司 给苏晴他地恋手 我看了眼 从头到尾都缩在人群后 像是空气一样的人 满心嘲讽 就他也配 而周围看热闹的人 听见这话 脸色也都变了变 苏晴显然也没想到 他妈妈会这么狮子大开口 连忙扯了两下他的衣袖 有些着急的朝我开口 公司我们就不要了 反正结了婚都是一家人 看来苏晴也知道 他地是什么货色 公司要真落他手里呢 他哪还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 可苏晴妈妈哪能同意 转身扇了苏晴一巴掌 大骂他是不孝女 一点也不替弟弟考虑 我像是看小丑一样 看着这家人 我这还没同意结婚呢 他们好像就已经把我的财产 当做自己的东西了 阿姨 你女儿这针大佛我可供不起 我们早都分手了 现在她爱和谁在一起 就和谁在一起 苏晴妈妈转身就要来扇我 对我侧身躲过 转而把我全家问候了一点 你个负心汉 是不是劈腿了 我女儿哪配不上你 劈腿 苏晴穿着婚纱 给齐鸣献吻那一幕 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 我冷眼扫尸了一圈 点开了相册里的一段视频 你倒是看清楚 是谁劈腿了 看清视频内容 苏晴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那天从演唱会回来后 我就发现 我和苏晴对峙的视频 被传到了网上 虽然后来博主被封了号 但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存了下来 视频里 苏晴趾高气扬地看着我 穿着我们订婚的婚纱 却紧紧因为在齐鸣怀中 画面一转 是他和齐鸣接吻的视频 苏晴尖叫着朝我扑来 快删掉 快删掉 陈彦黎 你凭什么拍我和齐鸣哥哥 我毫不费力地一手推开他 把视频的声音调到了最大 顿时苏晴刻薄的声音 传到了在场每个人耳中 苏晴的表情 变得无比猙獰 再也没了我印象中 那副娇小可人的模样 快给我删了 陈彦黎你个疯子 那天网上的视频 是不是也是你发的 你知不知道你害齐鸣哥哥 被骂了多久 我觉得有点可悲 没想到到了现在 苏晴心里还是只有齐鸣 就是这么一个女人 我掏心掏肺地宠了她三年 还妄想有一天她会成熟 能理智追星 哪怕通知亲友取消订婚时 我也没想过告诉他们实情 可没想到 苏晴会倒打一耙 看着她猙獰的嘴脸 我心中最后一丝温情也消失了 既然她不仁 也别怪我彻底撕破脸皮 阿姨 你倒是看清楚了 究竟是谁劈腿了 订婚那天 苏晴消失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穿婚纱 给别的男人看 据邻居们哪还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是女方先出轨 还想着仗着人多 趁机勒索呀 苏晴妈妈看着周围人 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气焰顿时下去了几分 好半天都没说出话 倒是苏晴 像疯了一样 尖叫着冲到我面前 什么劈腿 我不准你污蔑我和齐明哥哥 齐明哥哥是我的偶像 我为他穿一次婚纱怎么了 陈彦离 你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小心眼 活该你一辈子挣不到大钱 当一辈子穷鬼 我冷眼看着他发疯 有的邻居看不下去 直接指着苏晴骂出声 人家小伙子 怎么对不起你了 要不是有个视频 还不得被你们这些 没心没肺的欺负成什么样 在场吃瓜的邻居 一半都是大妈 嘴上功夫厉害得很 向来被我好声好气 宠着的苏晴 哪能说得过他们 见没人像着自己 苏晴干脆不装了 和他妈妈一样 坐在地上撒泼打滚起来 陈彦离你个没良心的 我从你大学创业 那会就跟着你 一天好日子没过过 现在你有钱了 就想给我一脚踢了是吧 我告诉你 没门 我被气得笑出了声 苏晴居然敢说 跟着我过的都是苦日子 他怎么好意思 其实刚在一起那会 苏晴还没有这么让人难以忍受 苏晴长得漂亮 大学那会我追了整整四年 才把人追到手 当时我就发誓 这辈子都要对他好 刚开始创业那会儿 我手头确实不太宽裕 但苏晴想要的东西 我哪次没给他 除了生日和几个特殊节日外 什么任是三十天纪念日 六十六天纪念日 宝宝节 他总能变着法子 跟我要礼物 不过一年 我送给他的名牌包包 就挂了一整墙 而我省吃俭用 甚至连面里要不要夹肉 都要犹豫两分钟 他追星花钱如流水 我也想过劝他 但被他撒着交说 这是他唯一的爱好时 我又咬咬牙忍下来了 大不了我再省省 朋友都说 苏晴像个皮羞 但我都是打碎了牙往杜李燕 毕竟自己的女朋友 我不宠着 还能让别人来宠吗 可后来 苏晴却越来越过分 为了追星 他像是没了自我一样 直接辞掉工作当米虫 二十四小时 围着齐名转 他也越来越喜欢 不分场合的无理取闹 每次我去参加 他们的姐妹聚餐 苏晴总要想各种法子 刁难我 当着他朋友的面训斥我 以此来展示他 多有愚夫之道 不仅如此 平常我工作忙 有时真的不能在 他规定的一分钟内接电话 他就直接杀到公司 当着员工的面打骂我 把公司搅得乌烟瘴气的 只为去找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小三 为了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我很少参加公司聚餐 就连身边的秘书 也尽量选男员工 可我一再地忍让 却让苏晴更加变本加厉 试问哪个男人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忍受自己的爱人 当着外人的面贬低自己 冷水浇得快要熄灭了 就算我对他的爱像火一样 这么些年 也早被他的一盆盆 我从不计较我付出了多少 但不意味我是个冤大头 既然苏晴觉得 他在我这受了委屈 那我就要好好和他掰扯掰扯 我转身把这些年 给他买的包 衣服扔了出来 一趟两趟 直到门前彻底堆不下了 也没能轻玩 迎着邻居目瞪口呆的表情 我满是怒气地质问他 苏晴 这些年里 你的吃穿用度 哪分不是花我的 别的不说 你就算算买 这些包你花了多少钱 几天一次的高级美容 一周一次的姐妹聚餐 每个月要去国外旅游 还有隔三差五 去看秦明演唱会 你能算清你 花了多少吗 这些就都算了 你是我女朋友 该我宠着你 但你算算你 为了秦明花了多少钱 上次偷刷了我三十万 给秦明打赏 我说什么了吗 苏晴背对的哑口无言 半天才支支吾吾开口 反正我们都要结婚了 你的就是我的 你算那么轻干嘛 还是不是个男人 看着他毫无歉意 我吃笑一声 你也知道我们还没结婚呢 就把我当ATM机用 苏晴 世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女的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 苏晴背弃的双目战红 活像一个吃人的小丑 陈燕里 你以为我想和你在一起 没秦明帅 又没秦明会挣钱 跟你在一起 我真是丢尽脸了 周围传来一阵唏嘘 直戳苏晴的脊梁骨 苏晴妈妈 这才从看完视频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脸色一阵清白 只觉得丢尽了这张老脸 她转身狠狠甩了 还在发疯的苏晴一巴掌 胸腔气的上下起伏 不要脸的赔钱货 你还敢去追星 宁愿拿钱到外面包养小白脸 都不肯想想你老妈老弟 苏晴的脸当场肿了起来 她一边捂着脸 一边掉眼泪 妈 秦明哥哥不是小白脸 他是我的偶像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 苏晴妈妈被气急了 丝毫不给苏晴面子 两个大耳光直接甩了上去 满嘴都是 骂苏晴是个赔钱货 我懒得再看他们 在我家门口演戏 转身捡起地上的包 回头愣愣看了一眼苏晴 苏晴 你这么喜欢秦明 你就去找他结婚啊 反正你都被我甩了 看着我把地上的包捡走 苏晴的表情更加怨毒 拨开他妈妈的手 就要米打我 但已经晚了 我反锁上门叫了物业 没多久 他们一家就被清了出去 并且永远被拉进了 小区黑名单 然而 早就被惯坏的苏晴 打心眼里 觉得自己就是公主 和我分手后 就非要缠着秦明 和他谈恋爱 以此证明自己多有魅力 这不才过了没几天 苏晴屡次骚扰秦明的视频 照片就被人挂上网 视频里 苏晴哭得梨花带雨 一遍遍和秦明说 自己有多爱他 为了他花了多少钱 甚至不惜和男友分手 也要和他在一起 可他不知道 他的那点付出 在秦明眼里 根本算不了什么 在秦明眼里 苏晴就和他别的粉丝一样 不过是用来挣钱的韭菜 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到了井 彻底断了苏晴 当其太太的心 于是 在苏晴再次不知天高地后的 去酒店堵他时 秦明直接这边的苏晴 刚被偶像伤透了心 我转眼就看见 他被秦明的狂热粉挂上了网 唾骂他私生犯的行为 而同为秦明粉丝的林夏 也和苏晴翻了脸 在网上痛骂苏晴 是劈腿拜金女 一时间全网都知道了 苏晴订婚那天还和别的男人 纠缠不清 纷纷心疼 像我这样好男人 偏偏遇到这种奇葩 苏晴破天荒地 给我打好几个电话 抓狂地 让我赶紧出面解释 说不是网友想的那样 我觉得好笑 视频实锤的是 还想把网友当傻子糊弄呢 身处舆论中心的我 拉黑了苏晴所有的联系方式 正忙着把之前 买给苏晴的包买了便现 捐给希望小学 那天苏晴回去后 立马发消息给我 说分手可以 但她要把自己的包取走 也是她提醒了我 把钱捐给希望小学 还能给国家培养栋梁 留给苏晴 岂不是便宜了她 苏晴知道后抓狂急了 但她也只能无能狂怒 本就不是她的东西 当初我能轻轻松松送给她 现在就能名正言顺地取回来 等我从山区回来 已经是两个星期后的事了 苏晴在网上的劣迹 已经发酵了好几次 她彻底成了人们眼中的笑话 再见她时 不过短短两周 她就没了几天前 嚣张的气眼 整个人念念地 蹲在小区门前等我 我看着她不知道 多久没洗的头 满脸暴斗 身上的衣服 也不知道多久没换 厌恶之情油然而生 快不越过她 就想直接回家 可不知道是不是心灵感应 偏偏这时苏晴抬起了头 空洞的眼神在看见我时 瞬间有了亮光 她三两步跑到我面前 紧紧抓着我的衣袖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宴里 我们和好吧 从前她惹我生气后 也总会这样 哭得梨花带雨地 来找我道歉 只是那时的她 被我惊心呵护得太好 就算这么哭 看上去也只会 让人觉得怜惜 可现在 她就像是 娇哭的花一样 这么死缠烂打地 缠着我 只让我觉得无比厌烦 我紧皱着眉 不动声色地抽回了手 退到一旁 静静看着她表演 苏晴有些局促地 捋了捋头发 却在发现 头发已经发油厚 难堪地放下了手 满脸委屈地看着我 宴里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 这一次好不好 咱们结婚好不好 这次我都听你的 原谅 我凭什么原谅她 我又不是非她不可 我现在不到三十岁 已经有车有房 事业有成 多的是好女孩 想和我谈恋爱 为什么要自降身份 去当她苏晴的舔狗 见我不说话 苏晴再次试探着 去拉我的手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去网上和他们 解释一下好不好 就说那都是假的 我真的快被折磨疯了 原来是这样 我吃笑一声 狠狠甩开了苏晴的手 苏晴 给齐鸣献稳的人是你 去缠着他的人也是你 从头到尾 没人逼着你去做这些事 凭什么要我去解释 我在最后说一次 你已经被我甩了 别再来烦我 苏晴瞪大了眼 根本没想到 我会这么绝情 她所有能用的招 都用过了 只能坐在地上 边哭边闹 那你到底要怎样 我都这么求你了 你到底还想怎样 苏晴 现在你尝到来求人复合 有多痛苦了 可曾经你给我提了 那么多次分手 哪次不是我 批颠批颠跑去挽回你 可即便如此 你还要带着你的姐妹团 对我百般刁难 现在我什么都没做 你就已经受不了了吗 我冷眼看着她 想复合可以 但你这辈子 都不准再追星 然后去找一份 像样的工作 家庭的开销 我们各自承担一半 苏晴也不哭了 支支吾吾的 不敢睁眼看我 艳里 工作多累呀 我学历不高 又是个女孩子 肯定找不到轻松的工作 你那么厉害 能挣大钱 我就在家给你做饭好不好 就她 还做饭 之前每次我一身疲惫的回家 迎接我的 就是她堆满的外卖盒 工作了一天 我还要继续做家务 至于找不到工作 纯属他懒 我们公司那么多女孩 忙起来都是白天黑夜颠倒着过 怎么不见她们含苦含泪 苏晴犹犹豫豫的看了我一眼 艳里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齐鸣了 我保证以后只追他一个偶像 也不会不经过你同意 就那么花钱的 你不是说我穿起婚纱来最漂亮了吗 我再穿一次给你看好不好 我保证这次不去找齐鸣了 我在心中冷笑 这些本来就是他硬做的 现在看来倒像是他大发慈悲伤给我的 既不愿工作 还想继续追星 什么都不愿意改变 就想我原谅他 真是又蠢又懒 我再也不看他一眼 大步越过他进了小区 苏晴在门外崩溃的大喊大叫 没一会就把保安引了过来 两下将他轰了出去 从那之后 苏晴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一样 每天都躲在一旁 亏是我的生活 可那又能怎样 分手后 我和他甚至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 就算他想纠缠我 连走到我面前都难 这天我照常和合作伙伴谈工作 却没想到在餐厅洗手间 遇见了齐鸣 看见是我 齐鸣不屑地冷笑一声 我只觉得 他神神经经 莫名其妙 抬脚就要走人 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齐鸣突然凑过来低声说 你女朋友看上去真不错 你猜猜我多久能睡到他 即便分手了 我心中依旧一阵无名火起 就这种败类 还能被称作偶像 齐鸣自知理亏 一溜烟跑了出去 我深吸了两口气 才平复下心中的怒气 齐鸣是公众人物 针对他对我没什么好处 更何况 为了苏晴那种人 根本不值得 这么一想 心中的怒火瞬间淡了些 只把齐鸣当成一个跳梁小丑 可我没想到的是 苏晴为了找我 也悄悄溜进了餐厅 而正在洗手间门口 蹲守我的苏晴 和恰好出来的齐鸣 正好迎头撞上 等我出来时 就看见苏晴 无比激动地 拉着齐鸣的手 不停问他 还记不记得自己 而齐鸣看着面前 蓬头购面的女人 一脸都是毫不掩饰的咽气 就在苏晴 还在苦苦纠缠时 一个面容精致 满身都是名贵奢侈品的傅太太 走了过来 齐鸣脸色瞬间变得无比慌乱 猛地推开苏晴 低眉顺眼地 站到傅太太身边 小声解释 苏晴摔了个四脚朝天 满腔委屈还没发作 就看见自己一直喜欢的偶像 像个安纯一样 对傅太太训斥 这是谁 齐鸣你说话呀 你是不是被包养了 你怎么能这样 苏晴尖锐的声音 立马引来一堆人围观 可她偏偏不嫌丢人 还在高声质问齐鸣 傅太太健壮 狠狠甩了齐鸣一巴掌后 不顾齐鸣低声下气地道歉 转身就走 齐鸣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指着苏晴的鼻子 就开始辱骂 苏晴又委屈又生气 你怎么敢让人包养你 我那么喜欢你 为你花了那么多钱 甚至连男朋友都不要我了 齐鸣满脸讥讽 把苏晴推散到墙边 你花那点钱算个屁 张总随随便便给我的资源 你这辈子都挣不起 你男朋友不要你就是你活该 少把帽子扣我头上 我在一旁安安静静 看了出狗咬狗的大戏 等人渐渐围过来时 才觉得有些无趣离开了 而齐鸣和苏晴不知道的是 他们今天的争吵 被人发到了网上 瞬间引起一大波网友吃瓜 两个寄生虫 简直绝配 就该锁死别再祸害别人 而我却无心在关注苏晴的事 前几天 我刚拿下了一个大项目 和我合作的老板 是个温柔体贴的大美女 她和我一样白手起家 谈起创业的艰难时 和我惺惺相惜 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 私下一起约着吃饭 期间 苏晴又来找过我一次 跪在我面前 紧紧抱着我的腿 哭得声泪俱下 再也没了从前的半分交满 她一遍遍给我保证 再也不追星了 她现在恨透了齐名 恨不得她去死 我却不想再和她纠缠 没了齐名 还会有什么张明 李明 苏晴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凭什么耗费时间 等她慢慢改变 剑球我不管用 苏晴又带着她妈妈 来我公司闹 两个人撒泼打滚 搅得公司鸡飞狗跳 然而 就当我威胁他们要报警时 他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灰溜溜地走了 下班时 我还碰见苏晴妈妈 正在删苏晴的脸 一边叫骂着 让你做 让你做 现在到手的金龟絮跑了 你满意了吧 我吃笑一声 抬脚走了 再听到苏晴的消息 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她又上了热搜 这次是因为 她公开披露 齐名被富婆包养 不配做偶像 除了来吃瓜的网友外 齐名的脑残粉 每天都来攻击她 林夏更是直接把苏晴的个人信息 发到了网上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 去苏晴门口 颇有气诅咒 这件事越闹越大 最后连警方都揭露其中 毫无疑问 苏晴 林夏 还有那些打着爱的名义 伤害别人的脑残粉 全都被请去喝了茶 至于齐名 这种道德败坏的人 又怎么配做偶像 早都像是阴沟里的老鼠 人人喊打了 看见这一幕 我无比庆幸自己 果断地和苏晴分了手 这才及时止损 没把自己也拖进泥潭 他们也算是恶有恶报 总之 不管他们怎样 和我都不会有一丝关系了 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